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配音教數學 那我們在前面幾集 介紹了一元二次函數的圖形平移頂點 然後也介紹了怎麼樣從一般式尋找頂點 就是透過配方法嘛 對不對 那配方法之後的樣子呢 這個Y會寫成是這個 Y等於A倍的 X-H加K 那這個時候呢會怎麼樣呢 我們再透過這一集再來一次的比較 其實我們還會再介紹另外一個寫法 比較這三種寫法 三個參數所代表的意義 那麼所以第一步呢 我們就是要來配方法這個式子 如果今天Y等於AX平方加BX加C的話 它的頂點會在哪裡 就有點像我們在配方法學完之後推導公式節 那稍稍的不一樣的地方是公式節很實用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背起來 那這個等下推論出來的結果呢 我會跟大家說有一些東西其實不用背 那我們推論它呢 一樣 第一步首先先把常數移到旁邊 當作沒看到 然後把A提出來 AX平方提走A BX也提走A 會留下 A分之BX C不用跟著提 這個我們已經做過 兩三次了 所以 應該要看得懂了 那這個時候呢 一樣你如果配不出這個就先寫這個 這裡會寫什麼呢 會寫它的一半 一半 那這裡放它的一半之後呢 這裡展開 裡面展開來就會 超下來 X平方加 A分之BX加 他的平方 所以是 4A平方分之B平方 然後加C 這樣子 那然後呢 因為這裡還沒有結束 這個 我等 裡面加了這個東西 那整個4值平白 我顧被你多加了 是不行的 所以要扣掉 但是我們也不是扣這個4A平方分之B平方 因為外面乘到A 所以A會跟裡面一個A約掉 我們要加的是 4A分之 B平方 可以嗎 你是4A平方分之B平方 然後 乘上A 所以A一個A約掉 4A分之B平方 好那這個 對來我把它移過來 因為這裡等一下要做圖 那 所以說呢 我們這裡用C去減掉4A分之B平方 然後再把C送上去 分母一樣是4A 上面會有負B平方 還有C會乘上4A 所以是 4AC 減B平方 那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其實這個跟公式解很像 公式解是2A分之 負B正負更號 B平方-4AC 那他會很像是當然的啦 因為 我們就是在配方法 AX平方加BX加C 只是沒有等於0啊 你如果這個移過去對面 就是如果你有等於0嘛 這個移到等號對面去 就會倒過來用B平方-4AC 那 但是就是說 你如果因為這樣子發現他很有關聯 那你說我把這個記起來 也無妨啦 那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尤其又長很像 就更容易記錯之類的 這個其實可以不要記 但是這裡你要注意 這個是 2A分之B 所以他的 頂點的X值是 -2A分之B 或者說2A分之-B 那我說這個要很留意 就是說 他很容易得到 所以你應該要記起來 這個因為很醜 然後你真的需要得到 你要確定你要配他 很麻煩 那就算了 但是這個呢 就是說即便你沒有去用背的 但是你應該知道 你可以怎麼樣 想像 我在配方法的過程中 C不用管他嗎 因為C不影響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配方法的過程中呢 A提出來這裡變成A分之B 然後最後這裡會放的是他的一半 會放這個A分之B的一半 所以其實這個 2A分之B很容易想到 那所以 這個頂點的X值是-2A分之B 這你應該是要會的 可以嗎 那麼 我們這裡求到的這些 到底跟圖形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來做一下對照 這個時候的頂點位置就是這個 那我們剛剛講的他的X值是-2A分之B 他的Y值呢 我剛剛說你不一定要背 所以我們寫 F -2A分之B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比如說我今天得到了 偶然的得到了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叫做比如說 2X平方 加X 加根號3X-5好了 對不對 那我既不需要去背公式我也不用真的配他 我就想像 我如果配方的時候 最後的括號你會放什麼呢 首先我2提出來會有一個 根號3X 所以這個地方是這個值的一半 所以是四分之負 4分之 根號3X 但是最後的X值是這個的 要加負號 要加負號才是他的X值 所以 我的頂點是在 這樣子 我的頂點的X座標會是這個 -4分之 根號3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2A分之B 那他的Y值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帶進來 可以嗎 所以-4分之根號3帶進來 他是 16分之3乘以2 加上根號3乘以4分之根號3 -5 所以最後會變成 8分之3加 4分之3-5 所以是 8分之 9-5 所以是8分之-31 對 那這就是他頂點坐標 可以嗎 那這就是 只是 用來說明 這個符號的 我這樣寫的意義 就是說 他的頂點 我們這個要記得 頂點的X是-2A分之B 他很容易取得 那你也應該 就算你不背 你應該要讓自己能夠快速的取得 頂點的坐標是 X座標是-2A分之B 那麼頂點的Y座標呢 就是當你把X座標求出來之後 直接帶回原式 解開來 帶進去 然後算出來 你就會得到他的Y 對不對 好 那這是頂點 他的對稱軸呢 對稱軸就是這一條 牽直通過頂點的線 所以他的對稱軸是 X等於-2A分之B 可以嗎 與X軸的交點 那這個就有趣 與X軸的交點是什麼呢 X軸本身有一條方程式 這條方程式叫做Y等於0 Y是0 X上面的所有點Y都是0 那兩條線的交點 也就是說這一條線和Y等於0 這兩個點 既會讓這一條線的等 方程式等號成立 又會讓Y等於0的等號成立 所以其實這兩個點是 這兩條線方程式的 連例的解 就是說他會成立他又會成立 對不對 這個我們在之前就一直在提醒 所謂連例 就是說這個也要成立 這個也要成立 求出來的X跟Y 他就會是這兩條線 圖形中線的點 那這兩個點呢 其實就怎麼樣 你帶入消去嘛 你會發現他就是這個東西等於0 的時候 解出來的X 再帶進去 求他的Y 然後他的Y就0 所以其實這個 這兩個點 第一他的Y是0 他的Y坐標是0 第二呢 他的X坐標呢 就會是 讓這個東西成立 讓這個東西等於0 的X坐標 那就是 公式解 對不對 就是 讓他等於0嘛 然後算出來嘛 那AX平方加BX加C等於0 算出來X就會是 2A分之負B 正負根號B平方-4AC 對不對 那我有兩個點啊 這個點是2A分之負B加根號B平方-4AC 這個點是2A分之負B-根號B平方-4AC 一個加一個減 那這兩個因為我這個ABC都沒有嘛 所以我這個線實際上是隨便畫的 這個線是隨便畫的 但是加的這個一定在右邊 因為加根號嘛 他一定比減根號大 所以加的這個一定在右邊 那也有可能他就沒有交這兩點了 就是你這個帶進去無解的話 他就不會碰到這兩點 這個我們後面會再討論 那他跟Y軸的交點呢 我剛剛講 X有一條方程式叫做Y等於0 那Y軸又有一條方程式叫做 X等於0 所以呢 他跟X等於0做連立 Y等於C 那就是代入消去 你就會發現 代入 0 0 Y等於C 對不對 X等於0的時候 函數值就是 常數項 因為這個 X等於0 這些有乘到 X都不見 所以這個點 固定就是 0 C 這個是一般式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你拿到的是已經配好的 我們稱為標準式 也就是說我直接給你Y等於A括號X-2平方加3 比如說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得到這個叫做標準式 那標準式的話呢 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了 在這裡就直接寫 這樣子的話呢 他的頂點會是 HK 那我們說根據兩個原因啦 一個原因是因為從這個式子看起來 如果你A是正的 那麼只要你這邊不為0 它就會越加越上去 所以最小值是K 在H等於0的時候 最小值K 如果A是負的 那這個不為0的時候 它就會越減越下去 所以在H等於0的時候 有最大值K 這個是頂點 就是HK 那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就是它可以視為是 Y等於AX平方的平易結果 向右以H向上以K 向右以H X用X-H帶進去 向上以K Y用Y-K帶進去 再移過來 對稱軸就是通過頂點的牽直線 AX等於H X等於H X等於H 然後跟X軸的焦點 跟X軸的焦點比較麻煩 就是一樣 Y等於0嗎 做連例嘛 做連例嘛 所以你去解這個 這個 A括號 X-H 平方加K 等於0 好那 這還是可以解啊 就等於說你已經配方法了 配到一半了 那所以求解 等於-K X-H的平方是負的A分之K X-H是正負根號負A分之K X會是H加減根號負A分之K 這個是與X軸的焦點 那 你看到 就是很數字很醜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聽到我講這句話 就是 用背啦 只是推給你們看啦 推得出來啦 但是我自己都沒有在背 那 真的有需要怎麼辦 就等於0自己解啦 大概不會問你 就是非得用這個式子不可的東西 那 只是附代題一下 你會發現我們推導出來這個根號裡面是負的A分之K嗎 那你會想說 那根號裡面不是不能是負的嗎 那就是說 如果今天他會有焦點的話 其實你的A跟A分之K呢 應該會是 負值 所以負負會得正 這樣子 如果他有焦點的話 A分之K是負值 OK 那 跟X軸的焦點Y是0 跟Y軸的焦點 X是0 所以用X是0 代進去 那就會變成 0-H是負H 平方完還是H平方 所以他會是 AH平方加K 那也一樣 這個大概也沒有人在背 所以說我們大概遇到標準式的時候 不太會直接問 兩根和跟Y軸焦點 那如果他真的問怎麼辦呢 就是 Y軸焦點就是 X等於0 跟X軸焦點就是Y等於0 帶進去自己解 又或者你乾脆把它展開來去看 都可以 那這個是標準式 透過對標準式的了解 我們可以發現兩點 第一點 標準式的頂點 是HK 然後對稱軸是 X等於H 我們剛才這個對稱軸是 X等於-A分之B 所以 其實呢 其實呢 H就是 -2A分之B X是-2A分之B 所以其實 H就是-2A分之B 那這個 當然 我們剛才一路配方過來 你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說 配方出來 這就頂點啊 那頂點就-2A分之B 那另外一點要提醒的就是 標準式跟Y軸的焦點 這一點 是 原本 一般式是0C嘛 就是這個常數項 可是你配著配著最後的K 不會跟原本的C一樣 所以這裡的這個並不是0K 這是要留意的 那麼在這一集很重要的要再介紹一個叫做 根式 我們剛才的 這一個寫法叫一般式 就是 兩次一次常數 這是一般式 那配成這樣因為可以很快的看到它的頂點跟它的開口大小 所以叫做標準式 配得很標準 那 還有一種叫做根式 那為什麼叫根式呢 因為它就是利用 讓這個等於0的時候不是會有兩根嗎 我們剛才說那兩根是2A分之-B正-4-B 如果我直接給你兩根 我說我有一個二次函數 它跟 它跟X軸的交的兩點是-1-3和 3-1-0 對不對 Y要等於0 -1-0和 1-0 假如這樣子 然後我給你開口 那個 0導係數 X平方係數是3 對不對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這個二次函數寫給我 那你想說 那-1-0和 1-1-0 那-1-0一個是 2A分之-1-2-1-2-1-4-A 那怎麼算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其實不需要那麼麻煩 我們根據已經知道兩根和Y 也可以列出一個式子 這個道理就好像我們可以透過十字教程出來那個 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法是不是就可以取得這樣子 X-1根 X-1根 乘起來等於0 那我們就有兩根 一根是α 一根是β 它可以 取得這個根式 你會發現呢 既然它叫2根 既然它叫2根 那麼 這兩點理所當然 跟X軸交點 1點是α0 1點是 β0 那我們假設α比β大 這是 現在假設 那1點是α0 1點是β0 這樣子 它跟這個 那它的頂點呢 因為這個圖形是對稱圖形 所以在這裡 吸收這個姿勢 就是 一個二次函數的圖形 它跟水平線 所交的點 一定都會是 只要是水平的 只要是水平線 它交的這兩點 它們的X一定會離它頂點的那個X一樣遠 就是對稱的嘛 對不對 因為它是軸對稱圖形 所以你從頂點往外擴 只要你的水平高度一樣 那麼你的X距離 即便Y等於3也是一樣 假如說我這一點是-23 這一點是53好了 假如說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頂點就會在它們的中間 因為它們會離頂點一樣遠 所以頂點會是這個 5加-2是3 除以2 所以頂點會是X等於2分之3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 頂點會在α跟β的中間 2分之α加β 那對稱的就是X等於2分之α加β 那我們剛剛說頂點的X是2分之α加β 頂點應該是一組坐標 所以應該有X跟Y 那它的Y是多少呢 然後如果我們真的把2分之α加β 帶進去根式裡面算 這裡-α會變成2分之α加β-2α 這是2分之α加β-2β 那 這個α加β-2α變β-α α加β-2β變成α-β 然後乘起來變這樣子 那個想看的話按個暫停看一下 但是我的結論就是這一句 按暫停看一下 我的結論就是這一句 就是不用背 不用背 要算自己算 需要算的話 臨場拿數字算 你現在背這個符號沒有什麼價值 你臨場拿數字套進去乘快多了啦 對不對 數字乘起來很快啊 αβ一直在那裡一直在那裡 αβ 很慢啊 對不對 那最後 它跟Y軸的交點 跟Y軸的交點就是x等於0 這個稍微看一下 x等於0的話呢 0帶進去 它會變成 a乘上 0-α就負α 0-β就-β a乘-α乘-β就是因为负负会得正 所以是a、α、β乘在一起 可以吗 那透过根式的讨论 我们可以得到很重要的两个结果 第一个 你看我们的顶点 我们对正轴是2分之α加β 所以2分之α加β就是 这个我们刚刚讲2分之α加β 就会是我们的这个顶点的x值 就h 也就是对称轴 也就是-a分之b 所以这是一样的 那2分之α加β是-a分之b 两边同时拿掉这个2的话 你就会得到α加β是-a分之b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两根核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有一条 这个有一条二次函数 它跟x轴交在这两点 它跟x轴交在α0和β0 代表如果这边等于0的话 解出来的两根是α和β 那么这两根合起来 就应该是刚才一般式的时候 a²加bx加c的时候 它的两根合起来会是-a分之b 然后你看我们跟y轴交点 0aαβ 原本一般式的时候跟y轴交点是x用0带进去是0c嘛 对不对 这点是0c 那所以aαβ就是c 然后a除过来α乘β就是a分之c 这就是两根g 对不对 那自己现在按暂停一下 用另外两种方法证明两根核和两根g 那我就不证了 但是你要证 按个暂停自己证一下 什么叫做另外两种方法呢 一种是就是 假设一个 假设ax平方加bx加c 有两根 一根是α一根是β 那 一个方法是把它用那个 因式分解 x-α乘x-β等于0 展开来 然后去跟这个比较系数 等于0 那另外一个方法呢 是这个用公式解 这两根一根是2a分之-b-√-4se 一根是2a分之-b-√-4se 把它们加起来和乘起来 看看分别会怎么样 这个我们在 二上 就是那个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最后一集 介绍完公式解之后 带大家做 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独立的 用这两种方法推论的话 那么就去找那一期的影片来看 我再说一次是 二年级上学期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 应该是最后一集 最后几集啦 介绍完公式解之后 那我们这两个课上到这里